像这样毫不起眼的边角料 怎样设计才能让它变废为宝 这是一件套完手镯剩下的边角料 从料型和名序来看 确实有较大的设计难度 我看这料子形状一高一低 带有缺角 不如就整个层上 有问题吗 有 别看它体积小就想走可爱路线 做成口哨既挑不出种水 也没什么文化价值 仔细看这件料子的外形 整体高低起伏 又是长条状 看起来就有一种 浓润弯曲的感觉 我们就联想到龙的形象 翻阅资料后 决定参考魏晋时期龙的妖术风格 真型是龙转强健有力 更多的体现它轻瘦飘逸的特点 刚好料子左侧细长 顺势延伸设计为尾巴 右侧形状相对保暖 根据料型和颜色 设计为龙的身躯 汪曲向前 圆润汪道的龙身 就能够通过曲面的光线 执视出更好的种水色 龙身的周围则镂空处理 挖掉集中的棉续 使剩余的棉续 风险化为龙铃 又像一颗颗水族 有龙从江海游出的感觉 但问题来了 怎样让这条龙不太单调 还更有气 众所周知 龙是中华文明的象征 也是中华文化的代理 作为领仪之般的中华民族 我们向来是极为看重领仪文化的 不但时常以气为载体 来体现领仪的规范 我们常说领仪仪气 领仪气的背后 其实蕴含着风附的领仪之类 和世卫思想 而青铜器作为领仪 是理文化显明的一个代表 于是呢 我们就参考古代 皇室贵族使用过的青铜骨 来设计为龙的领仪 它原本是由饼和骨的形式 结合而成的 这两者的一个搭配 龙在上面 轻盈很黑 领仪又适品大文 既能轻重平衡 又是整体更有历史的厚重感 一尊青铜器 托起飞龙 正如中华民族 以礼仪文化 支撑起每一个炎黄子孙 以华夏文明 遮养之每一个中国人 而腾空而起的青龙 正如我们后辈 也对华夏文明的延续和发扬 成中华之文明 守华夏之正义